新北市巴黎 两名嫌犯日前光天化日的当街开枪 王姓男子腿部遭到榴弹击中 警方连日追查 先逮到了教宿开枪的架势 上午在人来人往的捷运建坛站外 埋伏逮到了另外一名胡姓枪手 原来这两个人是为了要逃两万元的赌债 肖长犯案 建坛捷运站 警方当场压制巴黎枪击案的胡姓枪手 警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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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警察办案 高度危险人物出动20名变异警察 全程跟监 等他走出捷运站外才压制 就怕擦枪走火伤到民众 他那人多少想开枪的 枪手在伤者家中与伤者发生过冲突 只承认他是一样两万元的赌债纠纷 胡姓枪手有毒品前科 和开车教唆的张姓驾驶 29号先去找王姓男子 逃两万元赌债 王姓男子装傻说人不在 两个人犯而开枪 犯后两个人开到北头 把车丢在竹林里 各自骑脏车逃亡 胡姓枪手怕被抓 连续几天都睡公园 躲警察 警方掉于上百只监视器 突破歹徒射下的追查断电 枪手现在落网 还要继续追查枪支来源 记者刘子 周松林 新北市报道 wohl这么很明显的 配置 去